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好 再過12個小時 公聽會就要登場了在立法院的群線囉 如果你到現在還沒有申請旁聽的話 你明天是進去不了了 但是呢 歡迎你們在收看政經關不了的現場直播 我們會出三臺機器去 把現場完整的轉播給各位 在所有網路面前關心的朋友們 那我就要告訴民進黨的立法院黨團 你們小鬧鬧 你們不敢參加 我們現場直播一刀不剪 完全的原汁原味的呈現 這怎麼會是私涉呢 那這就是一個再好不過的公聽會啦 讓正反雙方都來表達意見囉 支持的 反對的 都把證據拿出來囉 攤在陽光下 接受人民的檢驗囉 這怎麼會是私涉呢 公聽會 現場直播 如果叫做私涉的話 那立法院在密室協商 在那些交換權位 再把那些聽話的摸頭的 叛逃的 放在不分區名單 包括你管碧林在內 那這又叫什麼呢 好 所以明天我希望立法院民進黨黨團 在最後一刻能夠放下屠刀立地成縫 能夠立刻知道自己的行為 對不起2360萬的台灣人民 能夠知道自己的行為是違反了職權刑事法 能夠趕快翻人回覆 回到立法院的公聽會 我們能夠有一個君子之爭 能夠有一個清楚的論述 能夠有一個正面的交鋒 而不要用私下放話的方式或者彼此抹黑的方式 來進行人格的污衊 好嗎 我直接點迷王定宇 管碧林 請你們勇敢地站出來 把你們過去手中搜集到的資料 大聲地講出來支持蔡同學 那我們也先把我們的資料拿出來 我們質疑在哪裡 我們有一個君子之爭 能夠一讓而生下而映 其爭也君子 好嗎 好 明天有很多非常棒的 非常關心我們節目的朋友們 有很多關心轉型正義 還有關心論文門的朋友們 給了我們很多建議 有人建議我們說呢 叫我們不要把證據 在明天的公聽會提供 這樣就等同呢 把我們重要的證據交給了國民黨 這樣我們會被很多人罵 其實我覺得還好 重點是說 這些證據呢 是不是真實的比較重要 至於交給誰 我覺得我在公聽會上面 我不是交給國民黨 我也不是交給民進黨 我也不是交給立法院 我是交給全國關心這件事情的觀眾朋友們 因為我會把它攤在陽光下 那另外呢 也有人告訴我說 不對 你應該早一點把你們所觀察到的事情呢 先拿出來 這樣子讓立法院還有這些相關的官員 因為明天會列席的官員 包括了教育部 科技部 總統府 外交部 國立政治大學 就是科技部嘛 因為他們是管升等啦 管這個著作 管學術倫理啦 教育部呢 管國家圖書館囉 國家圖書館 你憑什麼 把This is a book 個人私藏的一本書 把它列為國家論文 還蓋章 去背書 憑什麼 再來呢 還包括了教育部 你封存了一個人的升等資料 這是一個台灣教育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個案 那是不是代表所有人的升等資料都可以比照封存到2049年12月31號呢 照這樣講的話 那所有人涉嫌抄襲的東西都可以不用接受檢驗 因為它都是國家的絕對機密 可以嗎 好 另外呢我們要問總統府 因為總統府在這件事情當中的演出除了包括公帑 公器私用 濫用公帑 為個人的行為去擦脂抹粉之外 還牽涉到很多妨害別人名譽的事情啦 指控我 指控林環牆 指控赫德芬抹黑啦 造謠 無中生有啦 好 另外還有外交部到底在這件事情當中扮演什麼角色 還有那個施呼嚨的48萬歐元的anonymous donor到底是怎麼回事 還有政治大學 基本上是瞭解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的 你們是用什麼東西來聘蔡同學 到底擔任副教授呢 還是講師呢 還是客座教師呢 什麼時候升等拿什麼東西升等 這都是你們的責任啊 好 所以其實在這個名單當中我覺得還有一些應該要請他們來接受這個討論或者是質詢詢問的 其實還包括國安局啊 這麼大的國安危機 他們怎麼沒有出現呢 對吧 還有中選會啊 你拿到了這個參選人 他的資料到底是怎麼填寫的 有沒有登載不實的問題呢 還有法務部啊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這個詐騙行為 法務部檢察官為什麼沒有主動偵辦呢 調查局為什麼沒有主動偵辦呢 因為涉案的人不是只有蔡同學啊 包括替他湮滅證據的人 他們沒有刑事保護權啊 對不對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都應該被討論的 好 我們再來看看 明天呢 我們在有限的時間當中 我們其實要提一些問題啊 好 我在這邊就稍微提一部分 因為也有很多網友告訴我們說 希望我們能夠先把一些題目丟出來 因為我知道這個節目呢 很多人在看 好 國安局也在看 調查局也在看 那麼教育部也在看 包括立法院民進黨黨團 很多人私下助理都在看 他們看的很過癮 但是不敢講 因為很多在民進黨黨團裡面的立法院助理 因為他們比較沒有權位的問題 他們一個月領個三萬塊 他們其實很希望知道 這個政黨或這個國家領導人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免得他們的賠上了他們一生的這個堅持的理念跟他們的原則 好 我明天基本上會問一些問題 但不是全部 我提示一下 免得明天的官員就站在那邊耗時間 然後一問三不知裝傻抓頭 然後把時間給禍掉 好 首先我覺得我應該問國圖什麼問題呢 我應該問國圖說 請問你啊 你收受外國學校的這些論文的正式管道跟程序是什麼 好 標準答案我知道 一個就是你論文的本人要先授權 第二個就是你要有這所大學校 我是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你要有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的正式的認可 這是一本論文 這樣子他才會收受 那我就要接下來要問國家圖書館的是 蔡同學的論文有尋正常管道繳交嗎 有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為這本論文背書過嗎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本身都不敢把它放到論文集裡面 只敢把它放到所謂的Women's Library 把它當成This is a book 那為什麼國家圖書館願意呢 好像諸如此類的問題其實請教育部回答 好那我覺得也要進一步的了解一下到底教育部要怎麼樣來處理這本所謂的proposal This is a book 要怎麼樣處理 那將來其他人能不能比對呢 能不能夠比照適用呢 我可不可以拿我的一本書 要求國家圖書館比照把它說成是我的論文 然後請國家圖書館蓋上官印 來證明這是一本論文 另外我覺得在過程當中 我很期待教育部能夠好好的回答一些問題 首先我要質問教育部的是 升等資料設為機密是哪一樁啊 你是根據什麼法律把升等資料列為機密 不要說升等資料在國家不是機密 在台灣大學都不是機密 因為我自己走過升等的申訴的三級三審的這個申訴評議委員會 所以這個事情再清楚都不過了 只要任何一個委員會過半數的人認為有必要拆封 來看這個升等的分數跟評語都可以拆封 我講的是升等的分數跟評語都可以拆封 這已經是升等資料中最機密的部分 因為它牽涉到的是哪一個教授給你打的分數是多少 以前之所以把它列為迷封的原因是因為怕引發了一些 寒蟬效應啦或是私人的關係 將來大家都不願意當這個評審委員 因為如果給這個升等人分數低了 將來大家在學術路上會解怨嘛 所以很多人就不願意參加 所以這個部分是要迷封的 但是一旦出現爭議的時候 在申訴評議委員會或者教評會當中過半人數同意 就可以立即拆封 這個是最敏感的升等的分數跟評語都可以拆封 請問升等資料當中所列出來的就是蔡同學的履歷嘛 蔡同學的升等著作嘛 這種東西在任何一個學校在任何一個人事檔案當中都不是機密 為什麼可以列為機密到底根據是什麼 我到現在還搞不懂 第二個是我真的很想請教教育部說 你說它是機密那我認了 那請問你它有多機密 它的限期到底有多長 要怎麼樣才可以解密 另外我覺得教育部也要好好的去想一想為什麼 7月19號拿一本黑皮書就可以證明蔡同學有博士論文 教育部有去檢驗過嗎 任何一個教師或任何一個路人甲都可以拿著一本自己認定是論文的東西 教育部就會跟著背書嗎 好 另外我想各位同學做過作業都知道 在機關檔案查詢網當中 有兩份分別是在1983年的5月23號 一本是在1983年5月31號兩份人事公文 他分別是什麼內容 因為這牽涉到蔡同學在1983年的這個期間內 他到底在鄧大師以什麼身份 在那裡擔任什麼職務 如果他在那裡擔任的是一個正式的職務 那麼請問你他怎麼樣在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完成他的博士學位 這個中間的時間上的問題 還有他的值等上的問題 都將透露了他到底有沒有博士學位 所以是一個很關鍵的資料 那教育部為什麼要把它封存 其實我要嚴厲譴責法務部 調查局根本就應該 檢察官根本就應該主動偵辦 而且這些東西都是證物 為了避免被滅證 根本就應該查扣證物 好 再來也是教育部的事情 蔡同學任職政大職務到底是副教授 在1986年才取得副教授的資格 林環牆教授他在 他的臉書上最近提出來的論點是 他甚至懷疑蔡同學在1986年 才正式的取得了副教授的資格 那為什麼呢 一般人拿到博士學位 可以立刻取得副教授資格 為什麼蔡同學到1986年 顯現什麼 他沒有教授資格 他沒有副教授資格 因為他沒有博士學位 他後面是用其他的著作來升等的 那這都是教育部要講清楚的 另外中選會也應該回答一些問題吧 競選公報上面都有 如有登載不實 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那麼請問中選會認證學歷的方式是什麼 中選會面對這樣一個社會上沸沸揚揚討論的議案 有曾經想過要去驗證這份學歷的真實性嗎 另外中選會的416次會議的荒謬性 你告訴我們說為了避免打擾外館 讓外館不生其擾的去做驗證 所以乾脆候選人就不用再提出他的學歷證件 大家聽好 提出學歷證件跟外館認證是兩件事情 好嗎 就像蔡同學可以提出他的學歷 但是這個學歷證書它不一定經過外館正式的認證 好 所以如果要讓外館不要不堪其擾 那麼很簡單 你就說認證一次違憲 但是每一次出來登記都必須帶著你的學歷證件 就像帶著身份證出門一樣 是國民應盡的義務跟責任 帶著身份證出門 大家可能都沒有習慣帶身份證出門 可是我們就根據公民與道德 帶身份證在身上是必要的 好 那麼 這不是很簡單的事情嗎 當你去登記的時候 你帶著你的畢業證書會怎樣呢 好 另外我要問總統府 就是 總統府 所有的發言人記者會上的發言 是不是都是代表蔡同學 是不是跟蔡同學本身 雙方是不是溝通過的 而且是蔡同學授權的 所以我要提醒 不管是張敦涵也好 其他所有的黃崇雁等等 林家如 你們不要當漁文 其實我真的蠻擔心你們當漁文 因為 過去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所以你們的發言本身 你們是沒有受刑事保護責任的 所以你們有的是刑事跟民事的 防害民喻的責任 還有很多的使公務人員登載不實 或者詐欺相關的刑事責任 所以我就要提醒一下你們 你們到底知不知道 你們的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該負什麼樣的責任 另外外交部 其實我們要問的是 外交部你今年六月份 到底有沒有幫蔡同學 去裝訂一本黑色的書 你們是根據什麼職務的授語 必須去為個人的論文 做裝訂的服務 這個服務是外交部的工作嗎 有沒有收費 一般的留學生可以比照辦理 另外這個論文少了六頁 這是一個何等大的一個缺失 那我們的外交工作 會不會很多的文書都少掉六頁 那這個影印的人有被處分嗎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另外送到LSE的時候是誰送過去的 他有沒有告訴管方說 到底是不是四不一沒有 這是誰的規定 蔡同學說這不是他的 他說不會是吧 他完全不知情 那這難道不是國安危機嗎 那外交部的人怎麼看這件事情 這一些角度的觀察問題 其實只是我所有的問題當中的 大概十分之一吧 明天的時間 每個人據說只有八分鐘到十分鐘 但是我會濃縮 把所有的問題呈現在陽光下 明天基本上我會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我會提出客觀的事實 就是把我們手中搜集到的所有文件 跟我們所有碰到的客觀的引述 就是說當事人的說法 我們都會呈現在所有的公聽會面前 第二個 就是我們為了要平衡報導 所有來自於蔡英文本身 還有總統府為她發言 帶她發言的人所有人的說法 我們也會一併呈現 來做到兩面並程這樣子的一個公平的 基本上的做法 那第三件事情呢我就會開始請教各部會 在看到了我們這些證據之後 有哪些事情是你們認知的 有哪些事情是你們不確定的 你們不確定的東西呢 你們有沒有意願 有沒有動機要去追查清楚 那你們該怎麼做 時間表又是如何 我相信這是大家所關心的 我再澄清一遍 總統有沒有博士 一點都不重要 但是總統的誠信是非常重要的 正如同李光耀總理所說的話 一個國家元首如果沒有誠信 這個國家就完了 所以我是非常嚴肅期待 看待明天早上九點鐘 在立法院群賢樓的公聽會 因為它不只是一個違反學術倫理的事 也不是一個國家元首有沒有論文的事 這是一個三十多年來 學術界也好 政界也好 牽涉到有沒有觸犯刑法 詐欺的一個重要的市政 不管是橫租在古今台外 各個地方有關於一個政治人物的誠信跟詐欺 他們都是放在一個國家或者是媒體上面最顯著的地方 來探討這樣的事情 而且非常嚴肅的看待這樣的事情 同時用非常嚴厲的法律來制裁這樣的違規行為 我希望台灣作為一個已經邁向轉型正義 走向民主法治的國家 不能夠隨隨便便的來輕忽這件事情 所以我也希望民進黨黨團 我還是希望你們懸崖勒馬 你們應該要站出來為你們相信的真理辯護 如果你們相信的真理 你們都不敢站出來辯護 我如何期待人民選票的付託 能夠讓你們做對的事情 為人民的付託負責任呢 我想選舉是一時的 人的誠信跟這個社會價值的維護是永遠的 希望大家一起能夠理性的論辯 把這個社會高度關注的總統論文 詐欺誠信的事件 能夠有一個公平公開的討論 讓大家一讓而生下而硬 其爭也君子 我非常期待這場公聽會 所以各位同學 明天的戶外教學呢 明天的遠距教學 我們繼續努力來發掘真相 也希望大家呢 逐字逐句 仔細的檢驗明天的公聽會 讓這個社會高度矚目的事情呢 能夠在公開透明的情況之下 能夠呈現在所有觀眾 跟關心這件事情的台灣2360萬人的眼前 所以今天晚上大家早一點睡 我也好好的準備 明天我們透過鏡頭 我們透過網路的直播 大家一起來為追求公平正義 攜手努力 彼此祝福 晚安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